大家好,我是小颖 天冷了要多吃胡萝卜 把胡萝卜放进绞肉机里面 究竟一个意向不到的做法 真的是太解馋了,非常的香 我们先来准备一块豆腐 卷的嫩豆腐口感会更好 特别的好吃 放入一个碗中 加入温水 浸泡一会儿 浸泡10分钟去除豆腥味 10分钟过去了 豆腐浸泡好了 豆腐浸泡过后呢 去除豆腥味,吃起来很香的 一点豆腥味都没有,更有食欲 再用清水洗一洗,洗干净 豆腐看似干净 但是呢,还是有脏东西的 在食用之前一定要清洗 这样吃得更放心,很干净 洗好控水捞出来 豆腐黄的案板上面改刀 切成厚片 再切成豆腐小丁 豆腐属于豆制品 营养下的特别的高 蛋白质非常的不错 我们要多吃一些豆腐 补钙补铁很好的 切好的豆腐小块 放入碗中 再准备两颗小白兔喜欢吃的胡萝卜 我们把外皮去除 胡萝卜皮呢,其实也是可以吃的 但是呢,我个人不喜欢吃 如果喜欢吃皮的朋友们 可以不要去除的 皮也是有营养的 也很好吃 刮好皮的胡萝卜 去掉根底 再把胡萝卜改刀 切成滚到小块儿 胡萝卜放入小碗中备用 准备几颗香菇 加入清水 我们用手搓一搓 洗一洗 把香菇清洗干净 香菇属于菌粒蘑菇 让它环境比较特殊 我们一定要多洗洗洗干净 这样吃着更放心 香菇的影响下的也比较高达 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吃 香菇洗干净 用剪刀根底剪除 用剪刀剪 不会浪费太多的果肉 剪得很均匀的 切好的胡萝卜块儿 放入炸肉机里面 洗干净的香菇 用手掰一掰 拌成小块儿 也放入炸肉机里面 再来一点洋葱 盖上盖子开始搅打 看一下就拉好了 特别的细腻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叫大家好 倒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下把瘦肉 这个肉是我从大骨上剔出来的肉 今天买了几斤大骨头 特别的好 肉很多的 看一下剔出那么多的肉 我这里用的是纯瘦肉 如果朋友们喜欢是肥肉的 可以加入肥肉 用自己的口味来定 我们这里的瘦肉呢 很便宜的 也是八九元一斤 大骨头呢 也是一样八九元 比较便宜的 大肉剁一剁 剁得太碎了 留点颗粒感 吃点会更香 有嚼劲的 肉下搅拌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微微的带点颗粒感 吃点会更香 再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三颗鸡蛋 鸡蛋没有具体的数量 多两颗少两颗都是可以的 可以自己的口味来定 用筷子搅拌搅拌 把鸡蛋打散 打鸡蛋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打一会儿 打开蛋也比较细腻顺滑 做什么都好吃 尤其是我们刚从冰箱 拿出来的鸡蛋 一定要多打一会儿 刚从冰箱拿出来的鸡蛋呢 牛肉有很多的 多打一会儿 能够把鸡蛋打开打散 打吃蛋清与蛋黄混合 多打一会儿 打吃蛋液拎起来 旅行的状态就可以了 这会儿蛋液非常的细腻顺滑 像这样就可以 打好了蛋液 倒入一个大碗中 再加入蛋液1.5倍的温开水 搅拌搅拌 蛋液与水混合 这里需要加入温水 温水吃起来口感更嫩更好吃 再把鸡蛋液 倒入豆腐小丁碗中 用筷子慢慢的摊均匀 度小丁摊平整 再用勺子把浮沫撇出来 浮沫撇出来 浮沫撇干净出来的蛋液呢 特别的嫩 很好吃的 没有那么多的气泡 提前烧开一锅热水 把鸡蛋液放入锅中 提前烧开热水呢 正常的鸡蛋羹特别的嫩 一点风波状都没有 特别的好 上面盖上一个盘子 防水蒸气丢到碗中 盖上盖子 水开以后 炸上十几分钟 准备一个小碗 调个料汁 加入88粒食盐 溜水热热鸡精 100粒白糖 综合口感 桃油一大勺 增鲜 老抽一丁点上色 生抽两大勺 香醋一大勺 用勺子搅拌搅拌 把料汁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就可以放到旁边备用 再准备一根大葱 切成葱花 葱花放入小碗中备用 锅热加入油 不要太多 少许就可以了 把锅热一下 炸一下的时候不会粘锅 油热加入肉末 多炒一块炒肉末断生上色 炒至像这样断生上色就可以了 如果时间不长的话肉吃也特别的发财不好吃不够鲜嫩多汁 下入葱花 翻炒出香味儿 加入胡萝卜丁 洋葱丁 香菇丁 在大火翻炒 炒至断生 炒出香味儿 炒至断生 炒至断生 加入料汁水 再翻炒翻炒 炒出香味儿 把料汁炒至均匀 炒香 加入清水 这样盖子焖煮三四分钟 把所有素材煮熟煮至入味儿 焖煮至入味儿 汤煮至少许就可以了 这会儿就可以关火了 十几分钟过去了 已经蒸好了 看一下鸡蛋羹豆腐是不是非常的嫩 特别的Q弹 再把炒好的菜加进来 哇真的是太有食欲了吧 非常的香 来点料汁水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汤汁浓郁 一样美味的鸡蛋豆腐羹就做好了 好朋友们看一下有没有食欲 鸡蛋真的非常的嫩 豆腐也是一样嫩嫩的很好吃 加入了胡萝卜洋葱香菇肉丁肉末 吃起来会更香 特别的有食欲 咬上一口入口即化 豆腐的鲜香味道 鸡蛋的鲜香味道扑鼻而来 超级的美味 这样的豆腐鸡蛋羹呢 比较有营养更加的健康 吃起来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点赞关注留言转发